國米標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現在是中午的12時半 我相信很多標迷都準備吃午餐 或者已經吃午餐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 星神的PILOT 飛機師的系列 PILOT的手錶 CITIZEN真的做得比較好 還有性價比值很高 五個多月前 豬仔介紹過這隻手錶 但是一直都沒有貨 尤其是我手上的顏色 這隻顏色的鋼帶 PILOT的手錶很多時候都配皮帶 但皮帶不是所有天時都適合 尤其是這兩天的溫度熱 不是太適合 天氣冷的時候是可以的 鋼帶換皮帶很容易 皮帶換鋼帶未必比耳蓋 所以有時候選擇鋼帶也不錯 星神的光動能 EcoDrive一直都是有名的 尤其是它的相對性都比較穩定 它的機芯 尤其是在十年過外 很多時候星神的機芯 都能夠正常運作 光動能機芯 而精工或者對比其他牌子 不一定 有機會要換電池 星神很多時候都不需要換電池 這就是它的優勢 而且它是第一個註冊 EcoDrive光動能 然後再加上 剛才朱仔說過 它做PILOT的飛機師系列 真的做得完汁完美 做的手錶很精緻 例如我們一起看看這隻手錶 它做了藍色的Bassel Bassel是指南針圈 左右可以轉動指南針圈 做了一個鋼圈 它不是做了鋼片圈 我很喜歡它做這些細節位 做了鋼圈 做了拉斯花紋 整隻手錶 做了拉斯花紋 整隻手錶 沿邊的位置 做了一些九瓦坑的打磨 凹凸的九瓦坑打磨 都做得很漂亮 中間做了放射性紋的錶盤 還有撞了一支紅色的計時馬錶針 3個小圈的佈局 2個小圈就是黑色的 上面這裏做了24小時 正在右邊位置 3點位置有24小時 而6點位置就是一個 small second 不停轉動小秒針 然後9點位置就是一個計時隱く馬錶 4、5點間要有一個日曆 做了白底黑字的日曆 這個白色放射性紋的錶盤 襯托了紅色的秒針 再加上藍色的Basso外圈 一個指藍針的外圈 左右可以轉動 做了不鏽鋼的外圈 錶腳位置做了拉絲花紋 延伸的部分也做了拉絲花紋 錶腳位置也做了硬線條 星神很多時候工具錶 都選中了拉絲花紋 因為撞花了沒那麼覺眼 光身撞花了就會比較覺眼 錶帶方面很紮實 都用了實心的不鏽鋼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它不是一條普通的板帶 它兩條骨位 帶上去比較立體 另外就是錶扣位置 它有兩顆眉條 都好過低一顆 或者毛 兩顆眉條都用了短扣 一個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是Cylison的Logo 按鈕打開做了銀色光身的薄橋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鎖的底蓋 上面寫著B620的光動能機芯片號 等下再講解一下這個細節是怎樣的 然後我們再看10個巴的防水 Cylison 它不是花了 有塊膠袋在那裏 沒有撕到 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所以錶都做了100米的防水 配合了高防水道 另外這隻錶很清 雖然它都是一個三眼仔布局 有些阿拉百數目指 1245781011 夜光方面又怎樣呢 Pilot錶會不會和潛水錶一樣 這個夜光 時分針加上黑道上面的一點點 也有夜光 很清晰地看到 Pilot錶12點位置 通常都用三角影去顯示 寫著Citizen Eco Drive 好了 先說到B620的Milter機芯 提先 充滿電可以走多久呢 大概走到9至11個月 9至11個月 這個錶充滿電後可以走到9至11個月 另外亦有防止過渡充電的功能 有些錶迷就說 如果我開著燈 去旅行三天回來 它會不會壞了 不會的 星神的Eco Drive Milter機芯有防止過渡充電功能 還有一個低電量提示的功能 就是當它低電量的時候 6點位置的小秒針會兩秒跳一下 非常方便 試一下標關做了一個拉推管 在3點位置 先拿起標關 向下轉動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當我們教時間的時候 24小時顯示就會亂動 你看到它是亂動的 剛剛過了凌晨12點 所以只要24點 教到6點多中附近的位置 教的手感也不錯 不算太緊也不算太鬆 半格就教日力槍 向下轉教日力槍 28、29、30 它是一格一格跳 但沒有突突聲 今天是2月1號 教完之後按進去 還有幾天就過年了 9日 還有9天就過年了 再看看START 一聲 START 紅色的計時馬錶針就啟動了 當這支計時馬錶針轉夠一圈的時候 這裡就跳一格為止一分鐘 START STOP 對 對 那機身是啟動了 它是走一圈回頭的 光動能的 Eco Drive 好 試試有沒有分段計時 沒有分段計時 一按 reset 它就走一圈回頭 START START 好 這支計時馬錶針大致上 都說了給大家聽 整支計時馬錶的總重量 我覺得都有點手感 應該過度150克 它的規格就寫161克 先看看給大家看 看看重量是 161克 試試戴上手給大家看看 多大隻呢 PILOT的錶通常都大隻 大隻少少 尤其是星神的牌子 看看這支有多大 43M的錶徑 43M的錶徑 厚度方面12.7mm的厚度 脫脫脫是50mm 整支錶徑的錶徑方面 先看看 尺寸直徑方面 這支錶徑是35mm的直徑 35mm的直徑 玻璃那裏 35mm的直徑 BASSO外圈 就是43mm 所以直上直下 大家都是43mm的錶徑 這支錶徑 先看看是50mm 50mm 試試戴上手給大家看 什麼感覺 戴上了14.8cm的手腕 幸好這支錶很大隻 屬於50mm的錶徑 但耳蓋不屬於很長 所以這個位置 戴上去不會太降 我自己的手 14.8cm的手腕 我自己都可以接受 這支錶徑 雖然它有43mm的錶徑 但又不算很大 戴上去 我也覺得 好了 豬仔推薦多少錢呢 他的建議零售價 價錢是2900多元 2980元 一般外面賣到過2000個外 我看過Pies.com是2080元 Sidutut是2000多 現在H是2300多元 總之是2000多元 豬仔推薦1598元 1598元 和5個月之前一樣價錢 何年價1598元 非常超值的價錢 五四折而已 五四折而已 喜歡這支錶的錶迷 聽清楚 豬仔有三隻現貨 一隻星神的Ecodrive 光動能的萬年齡 對不起 光動能的Pilot錶 不是萬年齡 說錯了 光動能的Pilot錶 計時馬錶 好 喜歡這支錶的錶迷 聽清楚 三隻現貨 1598元 有原裝合說明書 保養證 做一年補給大家 喜歡這支錶的 就盡快找我 好嗎 過年前就可以換新錶 還有幾天就過年了 在這裡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年進步 好 希望你喜歡豬仔 今天第一隻的 Citizen Ecodrive 的Pilot錶推介 好嗎 好嗎 谢谢大家